现在朋友们看到的是我们楼顶菜园的各种瓜类 像西瓜,还有香瓜,青瓜等等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三妹夫妇的楼顶菜园 我是三妹 我们春夏季种的最多的就是各种的瓜类 因为在楼顶种瓜的话 到夏天的话让这些爬藤类的瓜呢 爬完整个楼顶就比较凉爽 那怎样才能够把这些瓜类种得好 而且少病虫坏呢 像这些苦瓜都长得比较好 而且很大条的每一条都有一斤多的 春夏季这些高温高时容易长白粉病啊 利苦病啊 如果你这些苗不壮的话呢 根不强的话 抗病性不强就是很难种的好瓜的 这期视频就跟朋友们分享一下 我们种这些瓜类的经验 就是要加入两种生物经济来预防这些病害 还有呢 用一种有机肥促进这些生物经济的繁殖的这个方法 经过我们多年的测验 就是这些瓜类用这两种生物经济 还有这种有机肥之后呢 它是生长得比较好的 种瓜的效果都非常的理想 那下面具体讲一下用量用法 第一种有机肥就是矿炎黄斧酸甲 每一桶水大概30斤的水 加入15克的矿炎黄斧酸甲 溶解到这个水里 再加入两种筋 第一种是枯草牙包干筋 用到10克就可以了 同样倒到30斤的这个水里边 另一种呢是哈赤木梅筋 也是用10克就可以倒到这桶30斤的水里边 搅拌均匀 然后把它们淋到所有的这些瓜类的根部 一般是7到10天主要淋一次 连续淋2到3次 要注意使用的温度范围是18到30度之间 湿度在80%以上的这个土壤中 使用它的核心是最高的 我们淋了这两种生物经济之后 你看有病的这些枯叶它会枯死 但是上面这些苗会继续长的 这个瓜呢也是长得非常好 很增产 对增产增烧是比较有作用的 所以用这两种生物经济跟这种有机肥 配合一起使用 来种瓜果都是能够增产增烧 枯草牙包杆菌和哈赤木梅菌一起配合使用的话 对病毒病菌续菌有那个压制和杀灭的作用 增强作物的抗病能力 所以这些瓜类淋了这两种生物经济之后 它抗病性强根系发达就长得非常好 矿炎黄斧酸甲的话 是为这些菌类的繁殖活动提供了食物和能量的 所以它们三种一起配合使用效果就好 学习中氧技术 关注三妹夫妇 如果觉得三妹的分享不错的话 记得点赞和关注